好的,我们这边来继续看TVT对阵BZY的第三局上半场 地图是来到了红教堂 土夫这边是搬了两个旧人位 就是想要靠黄一之组来打一个防守 成功的防守 一旦你这种大副如果前妻把鸟交了 你大副救不下人来 这把直接就直线崩盘 瞬间崩到彻底 这里在追 找到了调香师 盘子下掉一刀 没有打中 这边过去这块板子估计还会再下 我们看一下直接下掉 对,大家千万一定要注意 这些板子,这根触手太关键了 这种板子你一定是提前下掉的 不要给图夫有任何的机会 你在这个点号 然后他如果说踩板子你就转点 他不踩板子 像调香师这种 刚才如果不吃那个触手的话 其实可以溜蛮久的 那么这一轮的话 先知这个鸟 我们看一下会不会给 我觉得不要给了 这条是遛不动 给了 先知这个鸟给了的话 这一轮 这一个大副不好救人 这个鸟不给 对吧 无论你是卡半救还是卡死救 反正救下来再拖一轮 但是现在的话通缉到了大副 那你唯一的救人位 我这边还来干扰你的修机 球人者这把的一个节奏非常非常的差 难打 很难打这一局 我觉得可以不救 可以不救 你要救的话 卡死救要提前摇怀表 主要是现在黄一已经把你所有的去路全部封死了 而且这边黄一很谨慎 就怕有人来通 通过这边的耳鸣各种排位置 好 那么已经卡半了 过半以后 这里再一根触手 我防着你嘛 你要救就赶紧救 对吧 来 我就压着你所有的线路 我觉得这个时候 如果说这个黄一之主 打得稍微激进点 该怎么打呢 我放出一条路让你去救 我就让你救 对吧 我先打你到大副 给你一个加速 你过去救人 你救下来以后 我打一个双倒 局面上面会更好 现在呢 大副这边不救人了 不救人了以后呢 又跟上一把一样 还是三台电击 好 我这边又要重新去靠我的这个对吧 触手来重新抓一个人 那如果说求生者再次通过中场一个救人位 虽然说这把的就是中场的救人位 没有像佣兵那么能溜 但是至少我大副两个怀表在手上面 对吧 感觉上稍微的又陷入了那种就是屠夫断节奏的一个空档期了 就看这一轮大副的下一波救人 或者说看这一波黄一之主的一个抓人了 黄一之主这一轮如果能够抓到人 而且抓的够快的情况下 他可以通过他的防守再来把这优势扩大 但是如果说他抓的慢 那会变成一个什么情况呢 先知这边不是遗产机 这是一台新机 没怎么修过的 那边外面大副的 哎呦这边先吃一个助手还行 大副的电机能补掉 调香师已经在修一台新机了 调酒师已经在修一台新机了 那也就是还差一台 对吧 大副电机补掉以后调酒师这台如果能开掉 他再开一台就可以了 但是这边好像是带到了遗产 这里是想帮忙扛一刀 那打一刀 好 调酒师有酒 喝个酒拉开 可能会放一根触手 看一下这边是凝视套上 放触手 哎 转吗 转 转的话这里一刀倒地 反而是调酒舌在这一边 这一轮带过去 那就干扰到遗产了 这一轮干扰到遗产 屠夫就很有机会了 甚至有可能往四杀去 因为你们的电机除了这一台遗产以外 外面还需要开一台新机 这个电机的一个量 对于这两个人来说是非常大的 首先先知现在半血 屠夫看见他 一根触手可能就倒了 大副的位置现在触手已经判定好了 那我这边进行防守 要什么呢 要大副卡半之前先把人救下来 救下来以后还要调酒师把人带走 最好是带到墓地去 一刀没打中 慢慢贴过去 血线上面还是比较健康的 看这根触手 直接就要打中调酒师 调酒师赶紧带走 大副这边无伤 还行 这波救人非常非常的关键 但是这里是带到这个死角吗 这个死角 我觉得带到墓地可能会更好一点 因为我没有看到墓地有没有人 墓地这边是没有人的 没有人你带到墓地 相对来说 这个地方呢 黄音之主是可以挂回到刚才的椅子 大副这台电机依然可能会被干扰 你如果带到墓地呢 可能就干扰不到 他可能怕 走不了这么远吗 这个时间点刚才直接走的话 我觉得是有机会的 你这样的话又影响到一场机了 那这一波 这个大副这台电机 是怎么修呢 对吧 就很讨厌了 其实这 哎呦 这边直接切市场 漂亮 那这种市场一切的话 这台电机就变成了永恒的电机 修不掉了 球员现在的目的 就不是说是保平了 平保不了 想要跑一个 要跑一个 这三台电机离的不是特别的远 对我现在心情有点复杂 因为我预测的是这个 TVT能够取胜啊 再一根出手 打中调酒师 也是赛琴所说的 他们搬红夫人是没有太大的必要的 宁可是搬黄衣 因为月兰竟然敢在军工厂拿出黄衣 那对吧 而且在他红夫人没有被搬掉的情况下 我已经率先拿出了黄衣 你为什么还要搬一手红夫人呢 你把他的这个 他擅长的屠夫先搬掉 这个是我觉得 班位上面稍微给了一手机会 呃 现在由于屠夫是一个失常 先知那边在修 然后大副在这边压着 电机给我感觉是有机会能够开好的 就看这个大副能拖延多久了 先知这边也是不太敢修 这台电机才修了不到八分之一 有点难受 这个是有点难受的 对于求生者来说 这种局很煎熬 就是很难看到希望 而且这根弦很脆弱 一崩就断 大副是没有双弹的一个大副 你想在这个地方再跟这个黄衣耗下去 哇 这根鞭子差一点点 好 这是一个关键点 虚立一刀倒地 看怎么说 我觉得这个时候黄衣就把人挂上 然后过去找人 通过触手排人排点 慢慢的找 你就算把电机点亮了 我黄衣有一刀斩 依然是很有机会拿4杀的 果然他这边不需要去考虑别的情况了 这里一根出手 好的 确定好了人的位置 电机一定还是要点亮的 为什么呢 电机点亮以后 这个限制至少是可以扛一根出手 大副的血线的话 时间有点久 这把如果是一个4杀 那TVT就危险了 凝视已经给上 这边的板子还是比较全的 有没有机会跑个地匠 弹一个板加个速 还有一根板 这边绕 这里板子吃的非常的帅 这块板子下的非常的果断 再下板 黄衣踩 由于是一个失朝黄衣 还需要再溜将近30秒的时间 这个地方窗口能到 能翻进去 但是里面可能会吃一根鞭子 一边 哎呦 这根鞭子没打中 哇 这一根也没打中吗 还需要绕 还需要绕 但这个距离点 可能要吃一个蓄力刀 没有交互点了 只有这一个短的点 一刀倒地 完成四杀 漂亮 BZY 这一手黄衣 值得关注好吧 确实打得非常的精彩